情勢会逼着他跟西方国家越走越远 他已经绝望了 慢慢绝望了 永远不要忘记战争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 政治目标永远在主导战争 哲伦斯基的表现 我跟你讲 全部落入普丁的那个预期 对北约道德喊话 哇 情感喊话喊到最后变什么 痛骂北约 痛骂美国 正好把美国跟北约的这个伪善 帮普丁把他宣传于世界 这个就是警告哲伦斯基 不要再骂 那他用的是一个非常有理论的 有一个逻辑的方式 其实就在警告哲伦斯基 我觉得这个只是表面上的 也就是说 私底下对他的警告 老早就是严正警告了 也就是可能就是CIA的吧 或者这个美国在 现在在哲伦斯基旁边的人 我想不会跟他讲得很婉转 然后就直接警告他 另外一方面呢 转变这个什么 转变外面的预论 就靠CIA这篇文章 然后呢 事实上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哲伦斯基 你这个作为 你不符合我们这个 西方国家的利益 整体利益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开端了 那后面看哲伦斯基自己 受不受教 如果不受教 照着放亮点 他会很惨 我觉得他会很惨 那不过 然后哲伦斯基就是说 基本上啊 这个情势会逼着他 跟西方国家越走越远 因为他已经绝望了 慢慢绝望了 也就是说 西方人做到就是这一点 我一个礼拜前讲说 我孤军奋战 讲了一个礼拜 他还孤军奋战 他如果说相信了 哇这个什么 相信了这个 因为他怎么样 他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 感动了西方的民众 感动了西方的这个政客 今天啊 哇一改一血 这个怎么讲 一改这个三百六 一百八十五转变 今天出兵 一定不可能吧 我不知道各位 我不是个冷血的人 我相信常看 了解我的人知道 我是一个还蛮心地柔软 这个感情丰富的人 可是我每次很努力的 想要从哲伦斯基的 谈话当中寻找感动 或是掉泪的感觉 但我都没有 可是似乎外国这些政要 对于他这样的说法 是能够适累 然后全体起立鼓掌的 我觉得英国人的眼泪 我也不要相信 美国人的呢 美国人没哭啊 他那天跟那个三百多个人 美国人比英国人好 真一点 英国人那个哭你不要相信 那这个 我是觉得就是说 现在他的表演的边际笑容 已经大概快晚了 因为西方人已经发觉 他要他怎么样 他准备去把他的注意力 放到谁的身上 放到普丁的身上 我们看普丁的战略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 蛮经典的 也就是说打了十次仗的 一个国家领袖 打这场仗 怎么打 因为西方 我们一开始被西方的洗脑 美国式的战法洗脑 怎么没有先大轰炸 怎么没有速战速决 怎么车停了64公里 50公里以外 就不动了 美国人是怎么样 美国人打越战 下面他就看这块地 也不知道有人还是没人 先怎么样呢 先就炸弹先炸 后来人家说 你这炸弹都白丢了 美国就回去研究另一种炸弹 落叶剂 菊剂 说哎呀这个地方都是丛林 那我们下次看到 要看到人在炸 不要 没看到人就往下丢下 菊剂干嘛 是落叶剂 他一撒了以后 树叶全部掉下来 美国人的干事就是这种 很逻辑这种方式 可是那个菊剂 现在造成广南省的小孩子 第三代 还是生出来就是畸形 那是非常毒的 可是美国人做法就是 好 你们躲在树林里面 我就发明一种 要把那个树叶全 这是美国的战法 你这次看普丁是用战法 我认为普丁战法 第一个 第一个现在看出来 打东边是石的 打西边是虚的 应该是东石西虚 第二个呢 以歼灭阻力为主 基本上不跟你乱打 不是还没看到敌人 就在那边干嘛 那他这个阻力呢 我觉得情报工作做得好 因为为什么 他现在已经说 2300座军事基地 军事设施他已经毁掉了 2300座 那现在造成你说 2300座 你今天乌军还有什么战力 有啊 变成什么部队 变成游击队 只能拿步枪打了 其他重武器都没有 第二个他是怎么样 围而不打 围而不打 这个好 我们过去看 因为过去只有美国一天 要有在打别人嘛 我们熟悉的战略 都是怎么样 围都还没围去 先把你打烂 都我们电影里面看到 美国那个战争的 那个感觉 就应该这样打 美国是火力密集 对 你现在看NBA的篮球赛 都是硬攻硬上 然后你派2米1的 我就2米2的出来 然后这个300磅 我350磅出来 美国是 可是这一次普丁打吧 唯 可是我不打 而且他也水电都不断 这里面就回过头来 就变成他今天 他要知道他在打谁 心存一点点仁慈 尽量怎么样 避免造成民众 平民的大量伤亡 以及城市民均的 大规模破坏 你看这个西方 放的很多 这些打的那些 房子烧火 我就看 怎么老是救那几栋 每天就在那边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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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那几栋 对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打法 跟美国不一样 第三个 他还争取民心 因为 过去2014被赶下来的总统 他当时当选的时候 他是亲厄的 他是48%的支持率 也就是说在今天乌克兰这个国家里面 还有极高的亲厄的人 净半是对俄罗斯没有反感的 净半 当时投票的时候 2010投票的时候 还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总统还拿到 亲厄总统还拿到48% 所以他争取民心 我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俄罗斯的新闻发表 他说昨天120吨的食品 已经送到哪里 送到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已经送进去了 补给什么都进去了 然后你看他今天打这些城市 维基辅 有没有断水断电 没有啊 确实没有 断电的在哪里 断电的在台湾 基辅以西的这个目镜 几个郊区 最近打得蛮狠的 为什么 大概我推判 那个地方 没有亲厄的乌克兰人 所以不需要留情 选在这个地方 选在这个地方打印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制造难民 造成欧洲国家的压力 目的制造 可是他绝对不会讲 可是制造难民的时候 他又跟 他又在谈判桌上 哎呀我们要人道 我们要开人道走廊 开三个城市不行 开五个 这表示我重视人道 可是实际的作为 跟他讲的又不一样 那你现在 十三天下来 200万难民 你再等嘛 现在已经把谁 已经搞慌了 把萧芝 马克宏 除了萧芝 马克宏 还多的 其他不敢叫而已 我跟你讲 波兰还不敢叫 波兰最多 很伪善 波兰其实是在乌克兰里面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外界的势力 因为乌克兰以前就是 被他统治的 他的殖民地 所以他现在又把这个难民政策 又把它做出来 我认为这就是整个 整个这个军事的 最原先的计划 再加上还有一条最重要 永远不要忘记 战争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 政治目标 永远在主导战争 那我现在打到这里 你看 你看 我才打13天 谈了三次判 哪有这种打法的 对不对 以前老蒋打抗战的时候 好多人来找他说 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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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打了一个战役以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以后谁再跟我来讲和谈的话 格杀勿论 你去看抗战史 老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袖 他说格杀勿论 再跟我来讲 什么跟日本人和谈 打不过日本人 你来 我见那面 你嘴巴不要张开 格杀勿论 不晓得泽伦斯基有没有这样讲 哪一个在叫我跟罗斯和谈的格杀勿论 你记不记得教父讲什么 哪个人来找你说要和谈的 那个人就是叛徒 这是叛徒 确实 那个人就是内鬼 那你现在折伦斯基的表现 我跟你讲 全部落入普丁的那个预期 第一个画风13天就这样变成这样 一开始就说 占到最后一兵一卒 然后呢 后来说我们不应该再打了 我们应该以人民的这些福祉为优先 我觉得现在应该走上谈判座 13天就转 就转了 另外一个 开战对不对 对北约道德喊话 情感喊话 喊到最后变什么 痛骂北约痛骂什么 痛骂美国 正好把美国跟北约的这个伪善 帮普丁把它宣传于世界 对不对 第三个 德法的基本上最后还是站出来 普丁老早算出来了 我这个打法 你们也会 你德法基本跟美国这个嫌隙好 一定被拉开 德法出来 德法还不好意思出来 还找习近平去出来 对 找习近平开视讯会议 第四个 证明了一点 我觉得他向全世界证明了 这个好 西方伟善 就 美国跟北约这么多国家 我俄罗斯一个人 一个人一把关刀插在这个桥上 你不敢出一兵一组 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尤其自从我说谁提供协助 就仕同参与冲突战争之后 他还真的越闪越远 他当时升高我核子的最高警备 警备状态 然后发出那些警语的时候 他这些警告的语 他证明他是怎么样 他有这个料啊 对不对 回过头来 今天一天一直在讲 我看西方那些 哎呀什么俄罗斯有多少城市 多少人上城市 上城市去抗议反战 对对好多啊 那都是被夸大 说什么说什么 你逮捕5400人还多少 说俄罗斯拼命抓人啊 抗议都抓起来这样啊 因为俄罗斯有很多人 可能跟少依谷一样 不是爸爸是乌克兰人 就妈妈乌克兰人 要不然就阿公阿嬷是乌克兰人 他们过去是一家人嘛 那这些人当然是反战 可是今天这个普丁宣战 是俄国的国会通过 而且这个国会里面 在讨论的时候 反对党都没反对 反对党都没有 你说他这个西方这些宣传话 跟现实状况有多大的差别 那今天打到这个时候的话 现在就是看明天 这个拉夫罗夫跟外长 看看有没有突破 有突破的话 这是俄乌的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见面 等于他这算是第四轮谈判了吧 第四次 看第四次嘛 对 因为前三次我看 双方成绩不够高 这个成绩是真的够了 外长出来了 你看这个印象 习近平也出来了 这个消枝也出来了 马克宏也出来了 马克宏也出来了 欧洲就有德法啊 欧洲德法出来讲话 就是定局 大概就定局 那全世界的话 你美国之外 现在大家知道 17兆的GDP的国家 的头出来讲 你看看 美国这个后面还有什么 这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 饮水机的大扫 希望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 能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 你们可以独家散口这个好汤 请你上快点购 数量有限 你要买要快